我们准备开始 首先很感谢大家 今天介绍到最后 就是整个Group Conf 最后一场 结束之后呢 就很快会清场 对 所以说很感谢大家 到最后一场来支持我这个托评 首先做自我介绍 我是百度的工程师谭忠毅 我看呢 在开业界呢 将有20年的经验 然后呢 也是一些 是一些著名开业项目的 contributor和committer 我是Modilla Gloomo Apache 还有OpenChannel的contributor 现在呢 也是一个OSPO的 组织 ToDo Group的Member 现在在百度呢 是百度的 是一个O开源的Leader 包括引入开源 内部开源 和 对外贡献开源 好 我今天会讲的 就是第一个 什么是内部开源 第二个呢 现状 和历史 然后 Why 再就是 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最后来讲 百度的世界是什么 最后是一些 开源的指南 好 下一个问题 请教各位 有谁知道 什么是Innersource 知道Innersource 请举下手 OK OK 很好 Innersource呢 其实是说 从 开源社区软件的研发 从吸取经验教训 必将吸引于公司内部软件研发的一种软件研发模式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代码在公司内部公开 接受其他部门的贡献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一个例子 Team A 依赖于Team B 提供一个API Service Team A呢 这时候对该API有一个修改需求 提供的Team B Team B呢 说我需要排期 你这个需求很好 这是非常常年一个场景 这时候呢 Team A呢 有如下四个选择 一二三四四个选择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选择都是什么 第一个选择 OK 你说有排期吧 好 我等 等到那天你把上线完成 好处是什么呢 无需额外投入 但坏处是什么 完全不可控 首先 他在那一天 真的能上线吗 不一定 他是不是 做了一点点就把他砍了呢 也不一定 真的很好说 第二点 Do it by yourself 就说 我自己搞 好处就是 完全可控 但是呢 他的坏处是说 你上线了之后 你还需要自己长期的维护 还有一点说 从公司范围看呢 浪费很严重 浪费很严重 如果一个通用的需求 然后 你这么搞 那么太这么搞 太这么搞 那么从公司范围 其实就是找老板 排气不能满足的需求怎么办 OK 好 找老板去 argue 找我的老板 让我的老板 再去找他的老板 然后大家坐到一块来 我们说 这个排气不满足的需求 我们能不能把他 我的项目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有N多的客户在等着我 那公司带了多少收益 所以 你需要支持我 把牌给我前提 如果这个 对方老板不同意呢 那好 再往上走 再找到VP一层 VP还搞不定 再找到SVP 最后能吵到那 能吵到CEO过去 坏处是什么 好处是什么 在想要的时间点 能得到你的东西 而且自己不用长期维护 但坏处是什么呢 时间很长 第二呢 是耗费资源很高 因为老板的资源 你耗费的是老板 老板资源非常非常宝贵 第三呢 不具备可扩展性 就是说 你将这样大的 这样的需求 你一个月能搞定一个 这个 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选项 就是叫Inner Source 就是说 我Team B Team A 我一来Team B 那么 我自己写一个patch 对方reliu通过之后 上线 合入到现场版本 生效 这里Inner Source 它好处是什么呢 完全可控 而且呢 我上线之后 进入到对方的service里面去 不用我自己维护 而且它可以scale 就是说 你提交一个patch怎么做 提交两个patch也是怎么做 N个团队提交N个patch 也都可以这么做 所以在这个scale很容易做到 但是坏处是什么呢 对研发习惯和文化是个挑战 因为它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方式 而改变对很多公司来说 尤其对大公司来说 是件很难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总结 四个选项 ABCD 它们的好处和坏处 等待 OK 我们无需额外投入 但是完全不可控 自己搞 可控 但是呢 长期来看 维护是个patch 而且从公司来看来看呢 范围 浪费很严重 第三个呢 就是escalate 找老板 找老板的好 坏处来就是 耗费时间长 而且资源耗费多 不具备的团队 所以说 最推荐的方式就是Innersource Innersource 它无需额外投入 但是需要改变研发习惯和文化 我们来看一下 我总结一下 Innersource benefits 首先给贡献方 它能及时获得 它们所有要的功能 而且不用长期维护 给平台方们 其实说 在没有扩充high count的情况下 让其他团队给你打工 而因为其他部门给你做了贡献 其实是更好的产品 还有是更好的伙伴 关系 因为 所以 对方既然投资了 touch 投资了人力 在你的财献里面 家们合作的长期性 是更容易达成的 给公司呢 那好复其实是更多的 就是第一 打破了部门枪 第二呢 也提升了人员能力 所以说呢 总结一下 Wine Inner Source 从 跟传统的研发模式相比呢 有如下这些优点 第一打破部门枪 打破部门枪 我现在讲一个康威定律 有谁知道康威定律去举下手 软件研发设计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定律 就是说 软件的架构 是由部门的架构决定的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要改软架构 你先得调部门 对 因为部门 它 它永远是为 它自己的部门利益考文 就是永远会存在 部门的优化 叫局部 而 但是局部优化 从这个 高精 从这个director 这个VP来看 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从 全公司的办来看 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说 开源呢 内部开源 是有助于打破部门枪的 第二呢 它可以提升软件复用度 还可以 加速知识共享 提升软件质量 还有促进人员流动和流程标准化 这个呢 都是 内源能给一个公司 能给一个企业带来好处 但是呢 这个好处不这么容易获得的 就在于 因为它 因为它 意味着 改变 而一个部门 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尤其是中层 要改变 既有的模式 大家都很恐惧 然后还有第二个恐惧就是说 not invented here 恐惧就是说 这个代码不是我写的 我怎么去信任它 而且还要我来维护 这就是恐惧 第三个就是说 我的代码我写得很好 其他代码都写的什么呀 太垃圾了 我写得高兴的 我写得高兴的 其实就是说 不愿意做 去做导师 和缺乏如果做导师的知识 最后一点就是说 忠诚管理的通途 忠诚管理 尤其是互联网的忠诚 看地盘的思想非常严重 我代码都开发出去了 你有不可能透过代码 留给自己搭一个 都是很恐惧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那个 刚才说的 Innersource 它是把开源社区的规则和原则 放在起源内部 开源社区的规则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 Apache Way 这是一个流传横广的一个女人 Community Overcode 其实那个 总结一下其实就是 第一个叫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呢 其实就是说 贡献越多 认可越多 权限越多 对一个项目来说 一个开源的项目 对这个项目的贡献越多 它的权限越多 而不是开 这个同学 他是属于哪个部门的 第二个 透明 代码要公开 而且还要是 决策过程要公开 第三个是社区 就是说 没有一个小的 或者大的社区 这个类缘是长不起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眼 那个Innersource的一些历史 首先这个词呢 是一个很老很能的词 这个概念呢 也很多年了 最早的词呢 是这个同学发明的 Tip Already 这个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对吧 是开源历史上的一个名人 也是 很多开源大会的组织者 在开源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之一 他说 他 Open Source的这个词 第一次是在 他主办的 Oxcom 叫开源软件记大会上面提出来的 然后 当然他在 技术行业也出版了很多很多本书 各种各样的动物书 大家都进入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Tip Already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998年 著名的开源峰会之后呢 Tip IBM 那个演员团队去沟通 他说 你们 在IBM团队 内部也可以做一个 类似开源设计 发的公式方式 创建了一个词 叫 Guardian Open Source Community 然后叫Innersourcing 2000年的时候呢 Tip和Brandolph 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 专门为一些大企业 来引入 Innersource 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 HP HP 他们在2000的时候 内部有 167个大一级的Driver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Lump有多严重 然后引入这个咨询公司 做咨询之后呢 最后他们简单只有6个 对 这当然是很早很早的一例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进展 2000年之后成立技术公司 说到什么 像Google Facebook 从一开始 他们内部就是开员 从一开始就是才有那位开员 然后2014年呢 这个女士叫Dennis Cooper 也是开员界的一个名人 她的号称叫 开员女王 她在多个著名企业 多个著名开员公司 基金锤组织里面 都担任过高举行为 她在负责推破了开员的时候呢 大力推动Innersource 然后她创造了一个新的词 就是把Innersource 合并在一起 把中间的空给给去掉 叫Innersourcing Innersourcing 就容易去推动了 Innersourcing呢 那个今天首先是 2015年 Dennis Cooper 在Othcombe 做了一个Innersource keynote 他牵头成了一个国际组织 叫Innersource Conver 有各个企业参加 每年有两次的峰会去分享 他们的经验 这是他们的那个标记 好 我们来再看看一些具体的企业 是怎么做的 先看看第一个公司 PayPal PayPal呢就是Innersource 就是Dennis Cooper 所工作的公司 他们呢 大概有8000多的工程师 从2014年开始 他们的内部的研发工具 换成了GitHub Enterprise 同样在那个指点点 大量启动了 内部开源 内部开源需要一个很好的工具 而GitHub Enterprise呢 这方面是个前进 他做了很多有价值实践 比如说Trusted Commuters 就是说 对一个内部开源的项目来说 什么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实是这个项目的 负责re入外界PayPal这个同学 是最重要的 所以叫Trusted Commitment 他的能力素质和他的行为 直接决定这个项目的内部开源 是否顺畅 第二个叫Stand Team 就是说 接受外部同学的贡献 接受外部同学的贡献 那么这个同学就要为这个PayPal 来提供保质服务 当时PayPal有一个叫Uncall的服务 就是说你PayPal进去之后 那么你有个BB机 然后随时拿着 只要先进去出问题 24小时内 就是说随时尽快解决问题 PayPal和亚马逊呢 都是这样 他们叫Uncall 这就是说 当共进者 你攻击一下代码 进入到别人的代码领域之后 三个天之内 你要是参与这个Uncall 三个天之后 还由那个同学来共训 我记得我一共训 第三个呢 就是他组建了Innersource Common 这五个组织 大家共同来去研究 分享和讨论内源的故事 第二个成功的公司呢 是叫Bosch Bosch呢是德国的一家 很复杂的一个公司 它的业务非常非常多 它大概有两万家公司 它2009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采入Innersource 它们做的很多时间呢 挺好玩的 就是说 首先它们建立一个公司层的一个 叫Community Community 而且由这个Community呢 是由公司的研发的VP 来直接参与负责的 他们由VSCommunity 它们最大时就决定 每年1.5M欧元的预算 这个预算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支持内部开源的项目 而它们每个项目呢 都有一个全职的Community Meader 来负责执行 然后其他的贡献什么呢 都是由各个业务小组的开放同学 它投入10% 20% 50% 然后这些成本 有谁在Cover 有那1.5M的预算进来看 好 讲完了博士 我们再看看 这两个公司 Google Facebook 它们从建立初期呢 代码内部全员可贡献 当然出的极少数代码 是看不到的 有这样的贡献特别好 尤其是谷歌 叫Sungal root 所有的代码 在涨在一个树上面 然后呢 有非常强的自动化测试 你能看到所有的代码 只要一改动一点点 那么从上到下的依赖 就全部都跑一遍 把所有的test给都跑一遍 用这种自动化的工具 来保证Innersource代码质量 讲完了国外 我们看看国内 然后首先讲的是国内某公司 它大概有六万家的工程师 大家可以猜的是哪个公司 因为能有这个数量的国内公司 好像只有一家 不然两家公司 它2014年呢 是从上到下的采用Innersource 其应呢 其实说是为了加快连调的效率 因为它们有很多很多的 业务的产品 其实是互相惯联的 像中油气 一那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 又一个什么东西 互相依赖时候呢 一出问题 那么就是连调 一连调 这个时间花了会非常长 但是能把代码透明呢 至少出问题的时候 能快速定位 这个是个好处 至今呢 它们大概有50%的产品 是对内开源的 然后比较有价值时间 就是第一 从上到下的推行 它们做内部开源 是真的上过人导版的 红头文件的 OK 第二个呢 它们代码的保密 做得非常严格 就是说一个公司 如果非常care 它们这是产权的 那么对代码保密 要做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内部开源 虽然跟代码保密 没有太大值的关系 但是内部开源 是会放大这个风险的 因为没有内部开源 一个小国人而定 只能拿去一点点代码 但是内部开源之后呢 它就能拿去到 很多很多内部开源的代码 所以说保密要做得很好 就是这个 我们再看看 腾讯 腾讯公司内部呢 有两万多工程师 它是从2012年开始的 它是从下到上 来做一点措施 跟华为呢 从上到下的不一样 它是从下到上 那其一呢 是他们呢 当时的CTO 张志东 然后推行工程师文化 用好的代码来说话 那好的代码怎么叫好 都开出来吧 对吧 他们至极呢 他们至极呢 有三个之一的report 是对内开源的 我问过他们数据 大概有 他们内部大概有 一万八千多report 其中大概有 六千多万是内部开源的 他们那个 有意的时间就是 内部运营做得非常有特色 投了很多很多人力 每年有一年一度的 腾讯大门文化奖 都是轰动整个腾讯工程师的 一个全员活动 第二个呢 他们说 内缘之后再开源 就是说一个对外开源的项目 你要怎么去对外开源 他们有很严格的流程 那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是 你先得在内部开源出来 证明你的这个项目有生命力 证明你的代码只能OK 文章OK 你才可以往下走 所谓的内缘成为复发器 这也是腾讯的一个故事 好了 讲完了那个腾讯呢 我们来看一下百度 百度呢 时间点如下 2011年之前呢 其实属于内部自发 工程师呢 很多可能是采用 内部自发的方式来进行 一些内部开源项目 工具项目 尤其是说 内部有个叫 江波的一个开设 manager 第一个同学呢 他把这个架子挖出来 然后有N个同学来给他做工资 然后这个同学离职之后 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下一人 下一人呢 离职之后又传给下一人 结果这个东西在百度做了大概有五六年 然后传大概四来 就是内部很好的工程师 就是我们画能处那种事情 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 试点内部的试点 然后第一个正式运作的内院项目 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 在几个部门内部推行 在2017年秋的时候呢 CEO然后支持从上到下多次站台 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 从上到下要求集团平台对内开源 什么是集团平台 这个平台是给百度整个集团的业务提供服务的 一般来说都是具有基础服务性质 或者是通用的一些固 我们要求这个对内开源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 一些现代表体会 第一个项目 OVP 是百度内部广泛使用的一个PNP开发框架 他2016年时候对内部开源 开源一年呢 有200家的贡献值 然后呢 合入了Patch 5之家 然后还增加了很多新的feature 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一个需要有社区头脑的负责人 就是说 这个同学就是刚才说的 叫Trust Computer 他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他如果他自己不理解开源 他不愿意用开源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我再怎么推他 也干了 也 效果不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一个有扩展性的平台项目 这个是为了 因为一个项目 它的扩展性不好 别人要给它做贡献 这个懒度呢 就是相对比较大 而且很难 短时间让上面的到场 让周围的同学能看到这个数据的价值 所以对于Tile项目来说 挑选的原则是面 第一个是 这个项目负责人 是一个有开源精神的同学 第二呢 这个项目本身比较容易做贡献 就是它采用比较好的组件的方式 然后呢 比较容易扩展 我们在第一个项目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它推广到部门 我们应付部门呢 是百度内部专门负责 基础下各方面的一个部门 还负责百度所谓的存储 计算 还有虚拟资源管理 然后这个做的事情就是说 首先总监支持 搞定总监 然后再经验支持 搞定在中间的管理层 然后呢 还有很活跃的RB 一般来说就是 这个项目负责人 他们很支持 就把上下三层全部打通 打通之后呢 做内部开源就很容易了 然后他们对 从上到下 对内部开源呢 有很严重的指标方求 比如说 你一个项目要开源 你必须要打什么指标方求 为此很多同学 狂补一张文档 您说实话 内部项目 文档是很差的 然后他们趁着这次 内部开源呢 然后呢 狂补一张文档 至少 Ready Media有了 怎么好多Builder有了 好多Core Builder有了 然后Test有了 然后那个 赫兰他们的几个经理中说 哎呀 即使没有人对我做贡献 我把这个文档 补齐了 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对 好 我呢接着呢 下来再讲讲 百度经验 做内部开源 要从上到下 结合从下到上 两个不可荒废 你只从下到下 这个火 从下到下很好看 但是下面 没有人来给你做贡献 你起来很合作用 从下到上的话 光有从下到上 你没有从下到下的话 你这个火 始终停留在 一个很小的站位 第二 最高层的支持非常重要 就是一定要有 技术VP CTO那层的支持 这个 他 没有支持的话 事情会很难做 内部开源和 需要有开源精神 但开源精神 在一个企业内 你一定有开源精神 是不够的 对 再就是 需要组建一个 广泛而活跃的 内部开源社区 很重要 因为 不断的工程师 进入在开源社区内 他能 就圆圆不断的成为你 内部项目的贡献者 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 内部 开源社区的活跃 就没有活水 就没有活水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是摆脱自己的 就是我们 跟摆脱TC 呢 紧密集合 然后呢 也是支持了 现有的 我们成立一个 TC 下的开源TC 可以结合TC 里面 TC呢 是摆脱那一个 工程师高峰的 一个横向组织 在对他们的支持的话 对做事会很容易 最后一点就是 拍着项目的挑选 必须很小心 我说项目的原因是什么 项目复诊是什么 项目复诊是什么 好 我看看时间 还有很多 差不多了 我再讲究一下 应该是什么 这个呢 是给各个企业来看的 这些企业就是想做开源 内不开源 怎么来做 首先 没有放置四海标准 因为它意味着改变 而每个公司的架构 文化 组织 高层到下层 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 我这里推荐几个东西 就是第一 从产品层面看 你怎么去选择项目 就是说你不能指望 一开始 让开源 内部开源设计 给你从零到一的 做出一个项目来 这是不实验室 只有那一个项目 第二个 你最好是有一个 公共平台级的产品 这个呢 收益会比较大一点 第三个呢 就是说 你最好是 我会把设计比较好 选择这样的项目来做 内部开源 你的收益 比较容易得到提醒 第二个 流程和工具 流程和工具呢 其实很重要 因为 这个工具必须要支持 跨幅提交 必须要支持 CISD的结合 所以说 PayPal 它在做内部开源的时候 的一个有利条件 它们先切换到 GitHub Enterprise 最后呢 就是那个 管理层的支持也很重要 管理层的支持 对 下面是一点小小的建议 如何在一个企业内部做实施 但是 首先 适用范围就是说 对技术比较重视 然后呢 对团队合作的比较有痛感 这种企业 是可以尝试内部开源的 不如呢 可以再三步走 第一个 先找一个先方向 第二个呢 找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部门 进一步试点 主要是要完善工具和流程和政策 然后再呢 到从上到下出开 现在百度呢 处于第三步 国内公司像 像华为和腾讯也 也都处于第三步 但第三步呢 其实是最难的 最难的 工具呢 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工具对应对哪个功能 那就是内部开源和保密 这是科的review 这是issue 这是科的工具集成 这是统计分析 这是cicb 不过好像 城出代表工具 工具 代表集成 代表托管 都支持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眼 价格图 价格图呢 其实就是说 最上层 叫elcar 我们叫空军 其实就是 上下的 那边的支持 下面就叫 grand support 内部阿尔地社区支持 两个上 一个从上到下 一个从下到上 把它顶起来 在中间呢 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把它分为三个种 step 1 pilot step 2 是 一个部门 一个闭技 step 3 就是 整个公司 每一部门都需要 policy process 和工具的支持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 inter source 对中台 最近比较提到的 比较热的一个中台建设 其实 inter source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手段 就在于 中台建设 往往都是一个 平台部门 面对多个业务部门 然后呢 人员的要求呢 也很适合 而短期和长期的也很适合 所以说 OK 好 下面呢 OK 我时间到了是吧 thanks 然后呢 大家有问题吗 好 好 可以 可以拷贝一下 你刚拍的那两个视频 就是上 那两个视频 就是上 那两个视频 但是很大 我是想用AirPods 直接冲 对 因为 要不想 看一下 那么摆出在这方面 是什么的学生 还是说 反正只要有人贡献 那大家都出来 举个不恰当的地方 大家都出来抢逼法 或者说大家都出来 内部只要有贡献者 然后就可以继续发展一下 就这样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所以我想了解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详细的信息 嗯 这个呢 呃 来就是这么讲的 第一 首先鼓励开放 对 先鼓励开放 开放 开放出来之后呢 就会把 这十个都冒出来 对吧 第二个 优胜别态 就是说 做得好了 就冒出来了 做得好了 就 就突出出来了 第三个 上下统一 又吧 选一个 到两个 其他干掉 那那个优胜乐态的过程是有加速还是说 优胜乐态的关键看这个部分的定位 和这个项目的定位 嗯 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负责人的长期的抗逼的状态 再就是一些一些真实的数据 就是说 有多少跨步的提交啊 然后那个 你有多少人做在 在持续的 你跑至少多少优先呢 看这个事情 那最后的决策是有个组织来直接干掉的吗 最后的组织是由CTO来决定 哦 嗯 百度是走的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说的话 是花了几年的时间 花了几年的时间 因为没有可能 不可能这么快 就一步 就把它搞到美 这个百度之前是 呃 罗敏亲自推平台化 平台化的 所有当然是类似的 嗯 那补充一下 就是说 那这只是指 内部开源出来的像 这样的优胜乐态 对吧 那比方说 我还有类似的组件 那这种情况下 直接干掉呢 就是说 一点机会都不给 还是 嗯 就是 如果有官选平台了 对吧 然后你再出个闭源 那说的话 嗯 这个都会受到限制 但是鼓励创新 就是说 你在一定规模之前 是鼓励地做的 但你如果 做定的规模之后 那么就要经过review了 哦 那个review的措施也是 就是 有TC 来做 有技术委员会 来做 技术委员会觉得 哦 你这个东西 在技术创新性上 不具备 一个特定的一个 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那么 上面就把它干掉了 好好好 多谢 多谢 大家还有问题吗 好 那个问题 最后 喂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 在公司里面 大家都有自己的KPI 那如果我跨部门去做贡献的话 那在顶层设计 比如说HR这边做有没有 是政策上的倾斜 首先 那部开源做得好 首先 你得有好的平台向出来 这个呢 我们是对集团平台做的 做的KPI设计 要求他们 必须要那部开源 但开源出去 没有贡献者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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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无聊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得开 从下到上 你运营一个活跃的社区 通过运营的手段 来 达到这种 运营的目的 但你对那些同学是 没法是KPI OK 好 时间到 谢谢大家 有问题可以再找我